我想問一下中華電信 當我們合作的子公司 我們的機房 我們的伺服器裡面的內容 是可以出售給特定的政治人物 來做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輿情監測的嗎 有逾越法規的合法行為 第三部分是有關於結語 恆於當前中共對我附和式 國安威脅情勢加劇 本局將持續的依法 來嚴謹辦理通訊監察的業務 協助陷阱調等司法警察機關 共同來克服增防的工作挑戰 確保我們國家安全穩固不墜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不令指導 謝謝 我們其他機關的報告 請參閱書面資料 現在開始尋答 本會委員8加2分鐘 非本會委員6分鐘 10點30分發言登記截止 如果有臨時提案 請在10點30分之前提出 11點左右是尋答情形 進行處理 現在請徐巧新委員上臺 上臺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國安局 然後呢這個NCC還有中華電信 請國安局局長NCC還有中華電信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薛委員長 早安喔 北檢呢上個禮拜把王毅川喔 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列為被告喔 那他呢用他自然被告身份傳 換道庭說明 王毅川呢他說他有資料 那這個事情引起國家的軒然大破是因為 竟然有辦法我們上個禮拜有討論過 竟然有辦法透過所謂的資料分析去監控不同場合四個場合喔 的不同的年齡層還可以區分出他的政黨傾向 好 這個是讓大家都感到很意外 那今天呢我們經過包含是爆料人齁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就發現呢其實實際上這件事情是在 民進黨五月二十七號的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那參與的高層呢包含了民進黨的代理秘書長 兩位副秘書長還有呢王毅川執行長 以及民進黨新媒體中心主任詹賀順喔 他用口頭報告的方式 拿出了一份四方電訊的報告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道庭說明說有資料不謀而合 而我在先前呢有詢問過是不是五月二十七號民進黨有開這樣的會議的時候呢 他只說尊重司法調查並不願意回答 那好 我們看下一張喔 那我們就發現說所謂的這個四方電訊呢 等一下可以讓大家有回答的時間 四方電訊的董事長叫做吳彥宏 在二零一六年開始的時候 中華電訊就被很多的新聞媒體報導 整個我們的中華電訊的子公司 裡面有不少的酬庸背景 最為人知的應該是賴靖林董事長 可是呢我們今天談的是四方電訊的董事長吳彥宏 那他是賴清德總統的親信媒體的報導 以及呢新潮流洪啟昌的親信喔 那他的資歷呢都是一直跟著這一些 新潮流的一些相關政治人物來走的 包含是什麼呢 他是在這個海基會的時候 洪啟昌也是海基會的這個董事長 那我們從他的捐款政治現金記錄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跟民進黨的關係 那他們這家公司呢 也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很快速的時間裡面就翻倍成長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當時甚至連他們在做新的機房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都有去剪載 那他呢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包含董事長是過去殷生科技的負責人吳彥宏 以及他們的副總經理裡面有 曾經擔任過刑事警察局偵查隊大隊長的 再來呢他們跟政府的合作 包含前瞻基礎建設的總金額呢 這個不是四方電訊的總金額 是我們看到前瞻基礎建設的總金額 一共累計38.27億 好那我們就詢問了一下中華電信 我等一下給中華電信回答的時間 那中華電信請問 你們是不是曾經說過 不會販售任何的資料給政治人物或政黨 麻煩回答一下 包含是 是對不對 那請問你們的子公司或合作企業 那能夠取得中華電信數據的 也一樣不會販售相關的 各相關的資料給包含是政治人物跟政黨嗎 包含子公司呢 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法案公司 但是他如果是你們的伺服器廠商 接收了中華電信相關的訊息 我們的個資傳到了這個子公司裡面 也可以販售嗎 沒有販售這個問題 我們對相關 會接觸嗎 我們對相關 你們有掌握嗎 有我們對相關人員對這些資料的那個取得 對相關人員能夠 尤其是系統人員都有一定的管理 跟一定的計劃 有一定的管理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中華電信的資料 傳到了伺服器裡面 那這些伺服器裡面的資料 子公司可以提供 或者販售給政治人物或政黨嗎 子公司的人員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在整個這些資料跟資料管理的部分 包括人員都有一定的管理程序 那我們中華電信 我們中華電信我們看下一張 我就詢問了一下 就是關於呢 這個中華電信的關係企業裡面 有哪一些有電信機房或是雲端機房 而且跟我們國內的電信業者合作 相關的公司名稱 結果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家 你們跟四方電訊主要的合作業務 是寬屏電路以及IDC機房等基礎設施的租賃 請問是不是有這件事 是 是有這件事情嗎 來我們看一下你們子公司 是怎麼樣跟民進黨來做合作的 來下一張 四方電訊他跟蔡英文蔡總統 從民國105年開始 109年都有 我這邊字比較小 但是你們的板子上應該可以看到 四方電訊跟蔡英文總統在選舉期間 他的支出是什麼 他們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我念支出用途給大家聽喔 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分析數據費 輿情分析費用 不知道委員 我想四方的他本身是獨立的公司 所以他相關的運作還是要依據法規 要依據法規 但是你們的資料如果到了四方 你們有合作關係吧 四方本身 你們有沒有合作關係 有 那你們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如同委員的資料主要是在IDC這方面 IDC是什麼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 所以中華電信會把資料儲存在四方電訊 並不是說中華電信的資料 這個是客戶本身 客戶本身 客戶本身 客戶的資料會被儲存在四方電訊的IDC主機機房 IDC的主機的部分 所以 四方電訊的IDC主機裡面會有民眾的資料 有還是沒有 這可能要稍微分離一下 那個IDC客戶本身放在IDC機房裡面伺服器的資料 當然就是會在他所在的機房 你這有講跟沒講一樣 委員所稱的民眾資料可能要看業務別的部分 我就問你們嘛 那是你們的子公司嘛 中華電信有沒有資料是儲存在IDC機房裡面的 是民眾的資料有沒有被儲存在四方電信的IDC機房裡面嗎 沒有 沒有 那你說IDC的合作是在哪裡合作的 IDC的業務可能有些企業它本身 有我只問中華電信而已 你們自己的回覆告訴我說 你們跟他有合作 我們回到上一頁 你們說你們跟四方電訊主要的業務是寬頻電路 跟IDC機房基礎設施租用租令 但是我講到現在你說不清楚你們的合作細節是什麼 電路的部分就是揭取IDC機房的部分 客戶是誰 客戶是誰 這個客戶的部分 中華電信不就是客戶嗎 中華電信不是IDC 不是我說 不是釋放IDC機房的客戶 我們是跟四方合作在IDC租令的部分 按照客戶的需求跟他對這個揭取電路的要求 那可能是使用我們中華電信本身的IDC機房 也可能是由四方的IDC機房來提供服務 提供什麼服務 一樣是就是主機的這個 主機的什麼 所以你剛剛其實也談到了嘛 就是說我們會好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電信幫的部分 其實先前就已經有人指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這是媒體人張雨萱的臉書 那我們把它提出來 他當時就講了2019年李承偉呢 因為個人私得爭議被轉掉 2021年呢 李承偉還是可以跟他的親信吳彥宏 共同見面當時的賴副總統 然後呢 當時就提到了所謂的疫調系統 跟這次王毅川比對的相關風暴 是有關聯性的 那後續還有一份 所謂的陳宗彥辦理的簽名記錄 裡面寫著陳宗彥李懷人 郭水義簡宏偉相關的高層 那我相信以他這樣子的陳述來說 吳彥宏人也是 在現場的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釋方電訊他除了跟中華電信有機房合作 而且是唯一的電信機房合作之外 他還跟中國大陸跟香港都有合作 然後呢他上面也寫得很清楚 他提供所謂中國大陸的優質服務 我想請問一下國安局長 像這樣子的情況 會不會有所謂的資安跟國安的問題 對我想各個電信公司 他有相關的一個資訊 假如說有外流的話 我想都要依照國家的法令來處理 那重點就在於說他們違反 法律的一些要件 有沒有違反法律的要件 可是問題是今天中華電信講不清楚啊 中華電信告訴我們說 他們不會販售資料 不會販售資料 也不會有輿情分析給政治人物 跟這個特定政黨 可是他們的子公司有啊 我們可以上四方電信的網站上去看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業務 叫做數據費用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都沒有 他們不是做這個的嘛 他們是做IDC機房的嘛 就像剛才我們的這個中華電信 所說的那樣 那為什麼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會在選舉期間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合作 關聯性 中華電信有沒有打算 你們要對四方電信進行調查 了解他們是否有 撈個資的問題 免費撈個資 然後提供給民進黨 這樣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要去了解 我想那個四方電信是 集團裡面的這個子公司 那委員所尋的事項 我們會去做了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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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